脾气急躁直爽的人 内心都比较善良 平时话不多的人 往往都很有很近 平时说话平和的人 内心通常都很强大 越是实力不够的人 越爱炫耀 越是爱欺凌弱子的人 他在强的人面前就越爽 有道理吗 很有道理 其实这也是送粉题 这个就体现为 琴盘里面的上升和下降 上升点是我们 面对这个世界第一反应 最容易调取出来的一个特质 可以说戴着一个面具去 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去 或者说面对一个新的人 其实不是刻意戴上的 自然而然展现出来 这样一个特点 然后下降的话 下降是一弓的对面 七弓 其实从人际关系里面来说 当一个人 他跟一个环境混熟了 或者说跟一群人混熟了 他也是自然而然的 会展现出下降的特点 就时间长了 你去深挖一个人 你挖呀挖呀挖 会挖到他的最底层的地方去 而在星盘里 松粉题是什么的 上升一弓和下降七弓 他是对弓 他永远都是互补 或者说互斥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你上升是天蝎 你下降就是金牛 你上升你可能会戴着一个冷漠 或者是戴着一个怀疑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面具 去面对这个世界 好像就是很难亲近 但实际上相处时间长了 会发现这个人 还挺有品位的 还挺靠谱的 还挺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 或者说你是上升 啥来着 上升射手下降双子 认识久了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很浅薄 很浅 刚刚提的一个女朋友 意思就是说你看 张生下降其实是一种对公心中 它是有相反的一些特质的 对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面具底下 其实我们真实的人格 其实是跟我们的 在隐藏 就是你刻意表现出来的 往往是你不具备的那些东西 相对来说可能表面一点 可能就比较容易调动出来 但人不止这一面 其他的东西 它不那么容易调动出来 所谓这个下降 它必须得经过跟一个环境 或者说一个人长期的互动 长期的交往 这样它才会一点一点 展露出来这样的一个性格 而这样的一个性格 还不一定会被自己发现 会被别人发现 像我自己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 比较善良 比较温情的人 在于我上的支线 实际上我是 像我时间长了 会发现我是一个 很严肃 很冷酷的一个人 就跟我待在一起的人 跟我走得很近的人 就是不需要跟我说话的 你是一个月双鱼啊 这就是一个区别了 所以这个气功 是别人眼里的自己 你不管怎么样 就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的这个洋葱 自动的会被剥掉 比如说你进入到一个 新的环境里面来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都是展现出那一 然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拨 其实从人际关系的宫位上来说 拨到后面再稍微深一点点的 这个层面是什么 是三宫和十一宫 这也是风向宫位 那么我们跟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有共同兴趣爱好 有共同话题的人交往 是什么样子 三宫跟十一宫体现出来 然后再深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情感互动 我们有一些彼此的欣赏和认可 或者价值观上的欣赏 或者兴趣爱好上的欣赏 这就是什么宫位 五宫九宫 九宫可能会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或者说价值观 那么五宫的话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待在一起 没有其他的世俗的负担 我们也会很开心 这又更深一层的这个认知 我们可能就是稍微好一点点朋友 就展现出我们五宫的特质 或者说我们九宫的特质 那么再深一点点 那就到了七宫 这什么叫深呢 我们自动拨养 从拨着拨着 因为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搭了很久 就说明什么 我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我需要在这个地方干嘛 进行资源的互换 那这个时候 又是价值包的互换 那这个时候 我自动拨完了剩下的 这个环境 看到我的样子 或者这个环境 它提取到的我的这个信息 以及我要跟一个人 进行深层的这个价值互换的时候 我会展现出什么样的这个面貌 那是这样子一个客观的 你不管你自己心里愿意不愿意 一定要跟一个环境 进行互动的时候 到了最后 是展现出七宫的这样一个特点 它必然跟一开始的这个洋葱的表面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对公星座 这是你一个自然发展轨迹 然后月亮的话 那是我们底层的一个 我可能我心里知道 我月亮 我是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养分 才可以滋养到我 什么样的人才能走入我的内心 唤醒我的安全感 唤醒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或者说就让我觉得舒服嘛 但是七宫是不一定啊 你不一定意识得到 七宫的这种模式 会让你觉得舒服 其实往往就是说 为什么七宫受客的人 婚姻或者说合作搞不好 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能跟别人进行价值互换的资源 在哪儿 特点在哪儿 他不愿意去展现出来 他会去抗拒这个东西 那么他一旦要遇到 跟七宫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要结婚 或者说要跟人合作的时候 他老搞崩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特点 他驾驭不起来 但是月亮 四个人都会知道 这个月亮蛮符合我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或者说我成长的环境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那个什么月月水瓶 那个月水瓶比较清醒理性 就可能不太愿意 别人打破你的这个界限和空间 实际上时间久了 刚才说到这个水瓶的特点 也会不太愿意去 改变自己的一些思想行为习惯 你能够跟我同频 那OK 我可以跟你结盟 可以跟你互通 互换 但是我愿意跟你去互融 你不要打破我的界限 你不要干扰我的节奏 我的生活 但是月水向的不一样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咱俩谁跟谁啊 它会这样子 它既愿意去打破界限 又愿意去跟人融在一块 不分你我 特别是月双鱼 表面展现出来的跟那个实际上会不一样 如果说从星盘里来看的话 就是上升跟下降 展现出来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人际关系轨迹 或者说人跟环境互动的一个轨迹 那中途又说到这个月亮跟这个下降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实际上月亮是我们自己 需要去汲取到的这个生命的养分 包括物质的养分 吃的东西也是月亮 包括情感的养分 原生家庭 亲密关系 都自己心知肚明的 然后气功的话就可能这个稀里糊涂 但是别人会指出你就这样的 这样看来是那种 用一句话去盖过一个人的 这种识人数其实是很少的 因为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星盘里面的12个工位 12个星座 都对我们的个性会产生影响 就看你要跟人聊这话题 聊什么程度了 就如果说茶余饭后 你应付应付这种人际关系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讲一些识人小妙招 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 让人一听就爽 不费脑子 非常轻松 我们得知道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在 但是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的去认真 哪怕现在这个什么 MVTI 不也是吗 这不就几个字母 这个四个维度就定义了一个人 还有人以这个去分析这个人的职业 财富量级怎么样 紧光娱乐就行了 生活已经压力那么大了 咱别那么较真了